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0日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8月21日星期三 习近平真身露面并没有平息谣言 很可能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是真出了事 最近一天之内就出现了两大器官 七日同徽 双月同天 两大凶兆都在一天视线 是不是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大事呢 另外今天还要说一个 应该让人感觉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寒意的事 北京的一名名校女生死了 凶手令人发指 今天中共官媒总算是恢复了正常 习近平是又占据了头条 央视新闻联播前三条都是习近平的活动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也是习近平的消息 两大官媒的反应 特别是央视的变化跟前段时间是天壤之别 因为中共一切都不透明 没有人可以确定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许多人都相信习近平最近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 昨天我们就提到了习近平会见苏林 对比了他的神态和他的声音线 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习近平真身露面 但是央视却给人制造了另外一个悬念 中午时分推出的那个三分多钟独家视频 除了在中间插入了一段大约三秒钟的 中共越共两党旗子的画面之外 其余全部是一镜到底就是双方会谈的整个会场画面 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在昨天的节目下面留言 对我表示说沐阳想想看 长条桌的会议记者来回走动 是不是会造成会场干扰呢 况且远镜头能反映会场全貌 为什么非要近景特写呢 这位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我在大陆的时候也曾经扛过几年摄像机 拍摄会议的次数数不清了 如果是全程拍摄 那么一定要提前设置好摄像机 等到官员们就坐了 只是简单的调整一下焦距就够了 如果不是全程拍摄 那么摄像摄影的记者只需要短时间 选好角度拍摄几分钟 不会干扰到会场 另外像领导人会面这种活动 中共央视一定是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的 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都想到了 会做出第二套应急方案 我们不用怀疑央视在这方面的经验 为了充分的保证领导人的形象 他们会准备的非常充分的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央视的那段视频 您就会看到 在苏林背后的那个位置 是有一台架好的 正对着习近平的摄像机 但是那在习近平的身后 没有设置对着苏林的摄像机 我相信这个摄像机应该就是央视的 像这种场合也没有央视 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待遇 可以在这个位置架设摄像机 另外那段视频的最前面37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摄像记者 在调整摄像机 调试完之后 这个人是倒退着远离了摄像机 这些都说明 当局是非常重视习近平的形象 也拍下了习近平的正面镜头 所以我昨天就质疑 央视放出这三分多钟的视频 为什么没有习近平的特写镜头呢 我这种菜鸟级别的剪辑 自信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搞定 而央视却要在几个小时之后 才能公布出来习近平的特写画面 这不奇怪吗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中共官媒的这些新闻 就是领导人的行动轨迹 领导到哪新闻拍到哪 但是前段时间 习近平连续三周隐身 外界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这是极不正常的 另外中共领导人的身体健康 也被视为是国家机密 在此前召开的三中全会上 就有传说习近平中风了这样的消息 还有传他换肝排疫等等这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中共向来是报死不报病 即使习近平身体真有了问题 中共官媒也不会报 所以习近平长时间玩隐身 自然会加重人们的猜疑 是不是他的身体真出了问题呢 说到这里 咱们简单提一下 去年的时候 秦刚消失之初 我就得到北京朋友的爆料 说秦刚已经被弄死了 但是呢 我苦于没有办法去证实啊 所以也只是说作为资讯 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当时就有人质疑说这是造谣 前不久又有真传闻说秦刚软着陆了 降级任职世界出版社社长 于是呢 又有人在留言中质问我 该怎么解释 又说我是造谣传谣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大家说我什么 我也没有删帖 但是大家现在看到了 过去了一年多之后 前不久 中共智库高管高之凯 接受外媒采访当中 他明确表示你再也见不到秦刚了 这才证实 北京朋友给我的那个爆料是真实的 而这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我一直说 在没有证据确凿之前 我们不急着去肯定什么 也不急着否定什么 因为中共的政治太不透明了 外界根本看不清楚 咱们只能是慢慢观察 让时间做出鉴定 那如果习近平的身体出了问题 其实也是可以解释 昨天央视的那种诡异的 习近平会见苏林的消息 在海外媒体纷纷报道出来之后 为了降低人们的猜疑 央视匆匆就推出了 那个三分多钟的视频 但是央视的这个做法 反倒加重了人们 对习近平身体出状况的猜疑 最初没有插入习近平的特写画面 可能是央视和其他中共高层官员不放心 担心习近平在镜头前面的状态不佳 不够好 他被外甲看出什么 所以在审查确定习近平在镜头前没有问题之后 才对外公开习近平的特写画面 而这已经是双方会面之后的几个小时了 那今天央视报道习近平的三个活动 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昨天的经验了 有了铺垫了 另外一方面同样也都是录播的消息 所以插入画面都是正常的 大家觉得这样分析是不是合理呢 如果确实像我们分析的这样的话 那么大家再回头想一想 三中全会表现的那么诡异 是不是习近平在那个期间出事造成的呢 当然了我还是要强调 分析也好推理也好 这些内容都不是事实 只能作为参考 咱们只有等着时间来揭开真相 另外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下面留言 说说每个人不同的观点 当然了 我已经注意到了有一些朋友 留言非常搞笑 有的说点狱长死了 因为中国就像一个大的监狱 还有的说鞭炮都买好了 等等吧 可以看得出大家都在盼着 那个人早点消失 由此能够引发巨变 让中国改朝换代 我们也盼着这一天 今天呢 大陆媒体呢 终于报道了四川成都 排到七个太阳这件事了 市民王女士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的十一楼 排到了远空云层中出现的七个太阳 其实当时是觉得是六个 事后拍了视频以后呢 才发现是七个太阳 整个过程持续一到两分钟吧 对于王女士拍到的这个奇异景象 四川省天文科普协会副会长曾阳 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光学现象 曾阳表示 由于观测者隔着夹层玻璃 经过多次折射和反射后 看见的虚像 他声称每多一层玻璃 就多一个虚像 有时同一块玻璃 不同角度去观察 看到虚像的数量也会不一样 对于专家的解释 视频拍摄者王女士进行了反驳 他对大陆媒体表示 当时很多人在拍照 并不只是他自己 大家都感到很震惊 也觉得很幸运 隔着玻璃拍的 但是当时现场所有人 大家各个角度在看都在拍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是玻璃折射 网上说的那种那种效果 是肯定不存在的 奇观嘛 折射出来的 我讲的啊 我背离是这样的 当时看了是有点激动 就是没看没来得及表达兴奋 你觉得我的天哪也太幸运了 怎么这都能看得到 不可思议就是觉得 中间那个是太阳 大家都看得到 对不对 那你再仔细发现 看的话是七个 另外呢 有一位网民发帖表示 我一个住院的病人 我发誓是真的 也不是玻璃 现场很多人 很多角度都拍了 这个人还进一步说 造谣违法呀 没必要 所以对于专家们的说法 咱们就听听就好了 如果按照专家的说法 有一个问题是 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 大家想一想 人类发现并使用玻璃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 人类认识并使用玻璃 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过去4000年的历史当中 人们从来都没有通过 夹层玻璃看太阳吗 不太可能吧 如果有通过夹层玻璃看太阳 为什么4000年当中 都没有看到过七个太阳的情况呢 对这一点专家如何解释呢 另外 如果是玻璃折射反射 那么毫不疑问 这个情况是可以复原的 我们不妨请专家们 前往王女士拍摄的 华西医院的那个11楼 选取任何位置都可以 专家们可以多拍摄几次 看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其实呢 根据历史资料 1934年的1月22号 23号 中国的西安 也曾经连续两天出现过 七个太阳 有一个叫胡振锋的人 当时就看到了这个器官 甚至呢 在1971年的5月5号 在中国小星安岭 还出现过十个太阳 这些都是有记载的 当时的目击者表示是惊讶不已 只不过后来这些事情呢 被传着传着 就传成了所谓的灵异事件了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现象 用人类的科学知识 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呢 那些专家们为了显示 自己的知识渊博 为了显示自己有权威性 经常会给出一个 所谓的科学解释 不过专家们这个科学解释 很难经得住推敲 当然了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我们也不能去勉强 中国的专家 说一些违心的话 愿意替中共去捧脚 那就去捧脚好了 按照传统的说法 多个太阳同时出现 这是大凶之兆 春秋伟当中就明确记载 数日并出 两主争 过去呢 人们都是用太阳来代指君王 所以天上出现七个太阳 代表着主位纷争 意味着天下将大乱 所谓天无二任 国不二主 有网民也表示 国之将亡必有异象 七个太阳 这是七个人要争夺王位 天下大乱 有的说第二颗最光亮 说明中央里面有人要造反 还有网友揣测 七日连成一线且倾斜刚好为一撇 日在七上加一撇为灶字 灶洗涤清洗 是不是有天下大清洗之意 另外呢 还有一件事儿 同样也是令人震惊 就在四川成都这边被拍到七个太阳出现之后的不长时间 当天的晚上 辽宁沈阳有一位民众拍到了夜空当中双月同天 这个奇异景下 视频当中可以清晰的显示 透过云层看到上面一颗月亮稍大一些 很明亮 下面有一颗稍小一些的月亮 不知道是不是云层遮挡的缘故 下面的月亮稍稍的暗淡一些 同一天当中 早上出现七颗太阳 夜晚出现两颗月亮 这奇观接连事象 专家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他们会不会去对金上说 昭示我主吉祥呢 咱们不管专家如何说 网友们肯定是不相信 有网友留言表示 双月必有灾祸 天线双月而六日 智不祥也 好了 这个内容我们就说到这 那下面呢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继续看下去 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透过屏幕就能感受的含义 就是北京名校女生惨死这件事 不过呢 说这件事之前 我得先向大家推荐 Domorola修复补水面膜 现在虽然夏天快要过去了 但是太阳仍然很大 我们很多人的出门 还是要眯起眼睛 这样时间长了的话 就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这个皱纹 那么Domorola修复补水面膜 这里面它富含维生素E 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害 可以抗我们的老化 使皮肤延缓老化 而且呢 这里面还有五生态3000 它是可以简单细纹的 不论什么样的肤质 都是可以适用的 而且呢 大家知道现在啊 这个Domorola修复补水面膜 正在大幅优惠 10片装的三盒 原价是255美元 那么现在呢 只需要189美元 便宜了66美元 所以现在购买呢 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前往蓝莓优品去选购 下面就来说 在海内外都引起轰动的这件事 33岁北京211大学毕业女生 在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租房内 活活的饿色 20多天之后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散发出了臭味 这时候才被人发现 咸阳警方昨天证实了 被饿死的女子小宁 是来自宁夏西海固 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 在新疆工作的房主 以12项数为笔名 17号在微信公众号真官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表示呢 把房子就租给了小宁 通过他的文章 我们渐渐的还原出了小宁生前的情况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出生在宁夏西海固一个贫困家庭的小宁 考上了北京一所211高校 毕业之后是从事会计行业 但是小宁心里呢 一直都有更高的目标 希望能够考工上岸 他多次取得家乡省份事业单位的 鄙视第一名的好成绩 可是面试的时候都是惨遭淘汰 十年当中 小宁是辗转了多个地方 背负着父母的期望 也承载着整个村子的希望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 在面试当中被刷了下来 小宁的父亲处理后事时 告诉作者 小宁落榜的原因 是因为考试不公 第一名都不被录取 一定是因为我们农村家庭没有背景 名额被有背景的人顶了去 小宁考工五望 于是去了西安 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可是处处碰壁 小宁连吃饭都逞了问题 没有钱 只能先向父母索取 两位老人也没有钱 只能先向亲友们借钱 以图日后来还 用借来的钱 就供着女儿去支付必须的那些开销 今年4月9号 小宁的母亲向亲戚借了1万多 转给了小宁去支付房租 4月21号 母亲又向亲戚借了1000元 转给小宁做生活费 不过小宁这次没有收 随即也拉黑了所有亲人 文章表示6月3号电力部门短信提醒作者 已经欠费23.17元 如果不缴费 将在6月4号中午1点断电 作者上午就给小宁发信息 提醒他缴电费 不然的话冰箱里的东西会腐烂 直到下午5点 小宁才回复 表示冰箱里没东西 6月13号 作者再次收到了电力部门的提醒 已经欠费24.17元 对比10天前只多欠了1元 这意味着6月4号确实已经断电了 再次联系小宁 这回小宁没有任何回应 6月25号 小区物业联系作者 表示这栋楼30层有很大的臭味 经过排查确定源头就是作者的房子 物业联系房客电话是关机状态 在多方参与之下 开锁的师傅打开了作者的房门 物业人员通过视频告诉作者 人死了 文中表示 警方翻查小宁的消费记录 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 几乎没有超过5元人民币的 他最后一次出入公寓 是5月20号左右 直到6月15号左右死亡 小宁没有点过外卖 家里也没有做饭的痕迹 他没有跟任何人通过话 几乎是在极度的孤独中死去 文章披露 小宁的父母是极度悲伤 但是按照当地的习俗 未出嫁的女孩死后是不能进祖坟的 即使嫁了人了 没生娃的就死了 也入不了夫家的祖坟 最后都是尸骨难寻 果然 将小宁的遗物 装进了一个不大的行李箱之后 没走多远 小宁的父亲下楼 就将行李箱 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 没有丝毫的不舍 没有丝毫留恋 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个时候作者迎了上去 把买好的面包和水送给他们 让他们在路上用 小宁的父亲抬起头 满脸通红 双眼明显哭过 整个人的状态就是 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 连谢谢两个字都说的结结巴巴 仿佛多说一个字 情绪就要喷涌出来 据说12项数将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 点阅量已经超过了500万 如果不是他自行删除的话 估计还要继续上查 至于为什么删除文章 作者自称是尊重死者 保护作者 避免歪曲解读和过度猜测等考虑 不过有消息说 作者是受到了某种压力 因为传递的是负面讯息 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的内容 尽管是真实的 但是对形象一贯 传伟光征的党有无损 但是 负面信息删除了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吗 不瞒大家 这篇文章我看的也是感到非常压抑 其实我们做自媒体 每天接触的都是类似的这样的消息 可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眼泪总有一种要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中共编造出来的中国梦 眼映之下 凄凉的好似 人间地狱 作为贫困地区考出来的大学生 小宁可能是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但是 她考入了北京211的名校 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毕业的时间 正赶上中国的经济向下滑 在整体经济环境都很糟糕的大背景下 百姓活着早就成了问题 小宁一直想通过考工上岸 来进一步改变命运 所以多次参加家乡事业单位的考试 而且多次都取得比是第一的成绩 只不过在面试的环节 被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顶替了 小宁照比那些人 其实所欠缺的就是一个有背景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姐姐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那年她考专业院校 文化课专业课都很棒 本以为十拿九稳 但是公布录取名单的时候 却发现名落孙山 当时姐姐想去教育局讨说法 被我的父亲给拦了下来 我父亲的经验是 别说没有掌握着确盗证据 就算你掌握着证据 他们也不会承认 作为普通的百姓 面对公权力的不公 最终只能是忍气吞声 接受这个现实 有一位网民 他以自身的经历表示 体制的大门早已对平民关闭了 刚毕业时考过工 还选了最热单位的最新政策办公室 比试第一没用 比试第一加面试碾压同样没用 人家可以今年先空窗不着 明年再安排预定人选 至于这几年 根本没有萝卜坑给平民子弟了 和所有王朝的末年一样 权贵勋救子弟 世代繁衍多如牛毛 平民的上升通道 只剩下彻底推倒重来 这位网民说的非常现实 在中共统治之下 底层民众再怎么有能力 任凭你的学识再如何的出众 最终也没有办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 铁饭碗是会传承的 中国的法官是这样的 中共的银行行长是这样的 烟草人是这样 海关的职员 税务职员 铁路职员都是这样 当然外卖员也是这样 网络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家庭跨越阶层 是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有一位网民匿名回答说 家父是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一级巡视员政厅待遇 家母是省民主党派副主委 211高校副校长副厅级 我自认为是属于上层阶级的 我有话语权 大家认真地想一想 究竟是谁杀死了小宁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你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全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